美国会议员,中共正在挑战70年来的自由航行秩序。 资料照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停靠菲律宾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托·Corten 意外星期三7月18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说, 中共正在试图挑战70年来让世界得以繁荣和增长的自由航行秩序。 他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向中共发出的重要信号。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能够让这个行动真正做到常态化中共,最后会改变其态度的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托·Corten 中共是美国目前最大的海事挑战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康涅迪格州的民主导人考特尼·星期三, 说从国际秩序、海上通道和海事环境来说,中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他说,70年来的自由航行秩序在我看来是促进世界财富和增长的秩序。 现在很明显遭到挑战,就是因为中共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额外的合法和不合法的声索和控制,以及岛屿的建设。 他们真的在试图改变在我看来一直非常成功的70年来有记录的海上和平与法治。 他是在华盛顿哈德信研究所举行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海上力量的研讨会说这番话的。 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对中共发出的强烈信号。 中共的海军力量最近10年迅猛发展,无论是从海军规模以及导弹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方面来说,中共最近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周边的行动。 日渐增多考特尼议员认为,美国正在采取的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向中共发出的重要信号。 他还说,如果美国可以联合盟友一起,将自由航行常态化中共,最后会改变态度。 他说,从上一届政府起,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政府,我们一直在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 我想这依然是我们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 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无害通行,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许可。 当然这里,有数量上的挑战,这是否足以传递我们的信息,导致中国态度的改变。 在我看来这还没有发生更好的做法是,我们让我们在地区的一些盟友,加入我们的部署和行动。 一旦我们将这些行动,变成常规行动,经常性,在南中国海在这些小岛附近出入。 当然他们还会继续的但是,这才会真正开始改变那里的态势的。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直以来都在鼓励美国的西方盟友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 过去一年,西方盟国派往南中国海进行航行的军舰航行时,属今年创新高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和日本都曾派遣军舰穿过南中国海考特尼。 说虽然如此西方的自由,航行行动还仍没有达到真正的常态化的程度。 不过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会让国际准则和国际法被牺牲掉的。 美国军力在西太平洋仍然领先,虽然中共海军力量增长迅猛,但是考特尼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仍然拥有领先的军力。 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你仅从军力以及规模来看的话,当然那个地方现在更具有挑战。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仍然拥有更强的能力。 如果真的有什么冲突发生的话,他强调即便中共军力增长,但是中共的海军并没有作战经验。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考特尼,美国2050年才能完成355艘战舰的计划担任国会造传议员团的共同主席考特尼。 在研讨会上,特别谈到了川普总统为美国海军确立的355艘舰艇计划,他说这个计划估计要等到2050年才能建成。 此前有人说,这项计划有望在2030年完成去年12月,川普总统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 这个法案不仅为美国国防部增加了预算,还美国海军确立了一个355艘舰艇计划,使其成为正式的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这应该是冷战以来,海军最大规模的造船行动。 这355艘军舰,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战舰,52艘小型水面战舰,38艘两栖战舰,66艘潜艇等。 不过根据美国国际海事中心的数,至2030年的时候,中共的海军军舰数量,可能会超过美国。 emocion的背景往前 terminal无罃�上造船数",第二头功能降合了一组 stumbled96,第二头的相互有虚善和荣座水面战舰, 感谢观看